哦 哎呀 继续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东北以来感受过的最热的两天 真的把我们热到了 咱们现在行驶在这条叫C923的 小道上面吧 这也不能叫国道 也不能叫乡道吧 感觉就是一条小道 这边没车的 一辆车没有 我们现在前往珍宝岛 后面一直有一台房车 一直在跟着我们 从咱们出门到现在 一直一直跟着 怀疑是跟我们去同一个地方 我想这条路的话比较小 如果前方来辆大货车的话 汇车的话会非常困难 还有一公里左右 咱们就到珍宝岛了 这一路上过来都是原始森林 都是东方红 国家自然保护区 这一片都是 外面好多 好多巨大的苍蝇 好多牛银 超级多 超级多 应该走 帮你去看看啊 这就是珍宝岛了啊 珍宝岛游客服务中心 中国虎林 珍宝岛 坐游船啊 珍宝岛 在乌苏里江 主航到我国一侧 据我岸一百多米 据鹅岸三百多米 这么说对面就是 俄罗斯吗 三百米而已 看不到吧这个 有这边的苍蝇太多了 这坐船 俄罗斯边境看一下是吧 不知道 百年首节 一岛独胜 珍宝岛通电 今年北2000年 六月二十日 饶河 乾坤锦绣 咱们现在进入饶河 刚才出了那个 珍宝岛那边 珍宝岛那边 确实不太适合注射 那个景区那边有太多 太多那个 超级大的苍蝇了 那个牛银 超级多 咱们开了半天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饶河口岸 这边 我饿了 我只能说我饿了 这边是啥也没有 本来以为这边有事 有一些口岸是规划 常常叫旅游区 卖两国商品的 它的就是一个 纯粹的口岸 咱们现在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 饶河口岸 然后回来这个饶河县 城这边找吃的 早上就喝了点粥 然后一直到现在没吃东西 我们准备就在这里 住车了 要出去吃饭 先给樱桃把空调开起来 给它拿个零食棒 银桃过来 银桃过来 过来来啊 哦来这要吃了 太饿了 其实你的炒饭看着也不错 让我吃一口 鲁饭 来一份卤肉饭 我们吃完了现在前往 饶河县的这个住车地 我得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 休息一下 早上开车时候吃了白片 特别困 感冒不弄好 真的是 没心思 开车都不知道在开什么 哇乌苏里江 乌苏里江传歌诞生地 哦这江边还是挺漂亮的 你看到这个县城江边 江边那么漂亮 这个可以 让我心情都好了一点 看到没有 前面的乌苏里江 很漂亮哦 青山绿水环抱 青山绿水环抱 漂亮 有人钓鱼 克老鱼高了 先把车停转了 这里的地方还可以 还不错 一到车里面待着啊 我去看一下 你看这边环境很好的 门口打开就是乌苏里江 然后这边还有小花海 这不错 这边还有充电窗 这边还有人织帐篷呢 这边还有人织帐篷呢 哇 还是有好多牛营啊 看看有没有可以 有没有可以钓鱼的地方 虽然我现在钓不来 可以钓鱼耶 你看这里 这里就一片可以钓鱼的地方 不错不错 挺好的 这边还有台阶 感觉就是让人家钓鱼用的 这里还是有好多大苍蝇啊 对吧 这边还不错 那边天那里有一排管子 全是可以 全是有水的可以加水 你想不到在东北可以 连费加到水 这边是一个旅游的窝点 太棒了 可以休息一下 哎呦 吃不了 哎呦 晕得很 哎呦 睡会儿了 睡一会儿 我休息一下 咳咳咳 咳咳 有可受的好严重 回去 贾哥他订了个酒店 他去住酒店 我去前面去逛逛 还是挺舒服的 很凉快 就是我这平时 车带出家的 带出来的时候没什么电了 我得看一下 得小心点 弃刷一下电链 还能骑4.1公里 4公里 应该够 我们骑下去逛一下 饶河的 饶河他这一段巫苏里江 还是挺美的 还挺美的 有一种江南的感觉 整个湖面很大 感觉这个河水没有怎么在流动 没有怎么在流动 适合钓鱼 哈哈 如果是水流很急的话 钓那种台钓的话不太好钓 因为那个浮飘的话 想立足的话比较难 你看 看一下吧 如果晚上我 觉得舒服的话 晚上可以钓一下 感觉这里就是个钓鱼的点 没错 就是个钓鱼的点 正面 回客 你看它这里 有充电桩 而且每个 每个停车位的这边 都有个水管子 而且都是有水的 看到没有 哇 在东北的话 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 特别好 但就是这个充电桩 那它用不了的 不过我们也不需要电 从来没电过这么大的钓鱼 好带感 我给你电死好几次了 你看 哦有屁他了 给老子使 给老子嘎 这钓鱼有多大 超级大 哇被电了一下 还能飞 不合适吧 太大了 这鱼头 在车里跟一套休息了 休息的挺久的 感冒还是难好 感冒还是难好 得晚上吃个黑片 直接睡 不散步了 去哪边 这边离边境 离俄罗斯很近很近 想钓鱼 身体不允许 身体不允许 看这个位置 其实挺适合钓鱼 前面的水深好像也还可以 有地方可以放钓鱼 哇好漂亮 前面跟沼泽一样 那个晚霞 老妹了 红红的有没有 今天准备 不准备吃晚饭了 这个樱桃溜溜回去喝点水 喝杯酸奶就不吃了 但是给樱桃还是要味 在这边散步还是很舒服的 乌树比江 国家湿地公园 旁边就是乌树比江的国家湿地公园 边上的就是南山旅游景区 前面的还有贺哲 贺哲组 这个还是以前看过很多纪录片 有了解到过这个贺哲组 去看看人家钓鱼 他这个饶树是县城里面就是 感觉没有没有这个河边见的这么漂亮 这个河边他见的是非常漂亮 但县城里面呢 稍稍微感觉有点落魄 但整个河边这一块是见的挺好的 这边还有好几个老大爷在那边钓鱼呢 可以去看看他们钓些什么鱼 今日份晚餐 一杯酸奶 英豪的不能给它喂 外面都有虫子太多了 这边的苍蝇蚊子都好毒好毒 超级毒 给我赶紧回来 把电纹箱给它插上 吹着小电风扇 其实现在7点钟了 还行 车里面温度28度 还可以 月龙他们在车里一天了没出来 没出来过 看个电视剧行